秦 jog 那街上擦肩而過 我居然沒勇氣回頭 虽然可能忍错脸孔 虽然没什么 怎么心跳停了半秒钟 回忆不由自主放松 我试着按下站停留 都已经过了那么久 就别再沉默 看起来平静的生活 原来是我不懂 我还是爱着你 我还是念着你 连我也不相信自己 我怎么学不会忘记 我还是爱着你 为什么我不甘心 如果没有拥有就没有失去 那为何我还会伤心 回忆里的人不会犯错 回忆的人才会觉得错过 而如果那些如果真的发生过 那些画面那些重播 是否还让人心疼 我还是爱着你 我还是念着你 连我也不相信自己 连我也不相信自己 我怎么学不会忘记 我还是爱着你 我还是爱着你 为什么我不甘心 如果没有拥有就没有失去 我还是爱着你 那为何我还会 我还是爱着你 我还是念着你 连我也不相信自己 我怎么学不会忘记 我还是爱着你 为什么我不甘心 为什么我不甘心 如果没有拥有就没有失去 那为何我还会伤心 这就是很多人很爱的韦里安 很爱的韦里安的曲风 这首歌一定当然会被选为主打歌 是的 因为这是韦式情歌 哈哈 请问你的韦 这个韦式字典 要什么时候催促 我怎么想到韦都想到 韦式字典 韦伯字典 Webster 对 Webster 对 来我们时间已经过了这个11点多 韦里安呢 今天冒着这个风雨 来上的节目 虽然 苏拉台风已经 就是算是已经出海去了 是的 但是暴风半径还是没有完全脱离 大家都想说 这到底要等到什么 他会不会像昨天一样 这样子突然来个回马枪 就是 本来他预计的路线 是走那个什么外海这样子过去 跑进了这个花脸 然后又沿着这样子又出来 然后就这样子北上 搞不好他还会再回来 其实有时候人生 某些事情跟 我们面临的这个台风一样 他是不可预测 We'll never know 那你觉得你参与的演艺环境 会不会更是这种 更是这种气氛 我觉得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可以真正完全规划的事情 这是我到自己 我自己从毕业到现在的 的这个 虽然是很短的人生历练里面得到的 一些感想 就是 我是一个很需要计划 需要规划的人 但是 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人生真的是 你完全没有办法规划 因为你就是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我觉得该做的事情 他还是要去做好 对确实 那是需要去规划的 那 比如说你规划 你出好一张唱片 然后这 这时候的 呃 就是发片的环境气氛 或者是 刚好碰上台风 对 或者是突然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那是你没有办法去规划 对 基本自己要做的 是要努力去做 所以 呃 我现在的态度比较倾向于 计划我还是做 但是 我有心理准备是 它随时是会变动的 因为以前我会是 如果我的计划被打乱 我会非常的 焦虑跟恼怒 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打断我的计划 我有相好 我要这样 我要这样 但是 呃 经过 这 这一两年的历练 就觉得说 其实你花时间在恼怒上面 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嗯 对啊 你倒不如一开始就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 当碰到变动的时候 学会如何去适应它 想说 现在有这个情况 我要怎么去解决 嗯 这样比较 比较有效率啦 也比较让自己不会那么的 对啊 心情差 可是我觉得 大家好像感觉 威里安的印象是很理智的 然后是按部就班的 然后 你有歇斯底里或者说那个内心 嗯 真的如你所讲的 惶恐焦虑 然后 真的 真的不知该怎么办的状况 会啊 会啊 只是我都 我是一个蛮情感压抑的人吧 对 你是个情感压抑 对对对 所以表面上 别人看到你都是冷静理智 对对对 但其实可能很多东西都压在底下 那好处就是 现在我 我会创作 我可以把这些东西抒发出来 嗯 所以可能 像关于跟你刚刚讲 轰炸很有侵略性 对 那可能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些 真正很激烈的想法 我把它表现在音乐上面 嗯 鲨鱼闻到了血 所以就 是的 嗯 你 你常常会在最熟悉的人的面前 会表现焦虑吗 还是说 包括 比如说最爱的家人 甚至是你的朋友 你会不会还是 也很有压抑的那一部分 嗯 以前比较会 现在其实好很多了 尤其是青少年的时候 最 我觉得最压抑啦 但是现在久了以后发现说 身边最亲近的人 尤其是家人 他是最能够接受你 脆弱的那一面 嗯 所以 你 倒不如就敞开心胸 然后去 我告诉他们 对对对对对 其实 试过几次以后发现 这样确实是 帮助蛮大的 嗯 你要不要举些例子 比如说 你跟家人是怎么沟通一些事 像 虽然我很少 很少碰到他们 现在 可能 呃 但是每次碰到 呃 爸妈他们还是会关心 比如说 诶那你现在工作 这样子 或是怎么样的 一些心情上面的 然后 我就会 当然最常做一件事情 就是抱怨 因为 就抱怨说这样子 关于工作或是什么东西 但是呃 呃 我当然心里我也知道说 这些抱怨 其实可以怎么样去想 它会比较好 嗯 但是我觉得呃 每个人都需要 一段时间 是可以去抱怨的 嗯 就是你把它完全发泄出来 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理性的思考 嗯 就是就是发泄的样子 那家人 或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其实是 包容力应该是要最 是会最大 嗯 他们也知道 这时候是你在输压的时候 对对对对 对对 呃 虽然你的粉丝 或你的 嗯 喜欢你的朋友 嗯 他们是因为你的创作 嗯 因为你你可亲的个性形象 然后就觉得很 很很有分析力 然后你 嗯 你的东西是是很有说服力 因为这样子而喜欢你 嗯 他们还没有机会 比如说表现 让你就是你表现出来的这个 你比较比较需要唠叨抱怨 甚至是有点难以控制 压抑的这个情绪 他们还没有机会见到 不过 嗯 慢慢当你被解放了 你现在在作品上面 也就会让大家去感受 是的 对不对 希望大家可以包容 哈哈 不会啊 我觉得那是一种 另外一种享受 嗯 嗯 这张专辑要推出前 嗯 你现在的心情跟你第一张 有什么不一样吗 会有那种 嗯 我不知道我这次花这么多心思 他到底反应会好还是不好 还是怎么样 嗯 这次当然也会有些这样子的 嗯 焦虑 但是其实有更多是期待 嗯 让大家听到 嗯 因为嗯 像我以前创作的时候 常常是 写完歌就丢到网路上面 嗯 然后就分享给同学啊朋友 就是希望得到一些feedback 让大家听那样 嗯 但是慢慢开始做专辑之后 其实嗯 就会有一些限制 嗯 其实不能说每次做好一首新的歌 然后我自己觉得 啊 我觉得这个作品很不错 嗯 我很想要分享给大家听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大家 已经不只是我的同学 嗯 可能是 就是歌迷们 嗯 那我会很想要说 啊 什么时候可以给他们听 什么时候可以给他们听 所以 到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其实已经 这个情绪累积到某个 某个地步 就觉得说 好想给你们听听看 对 这一次真的是 已经累积到很满很满 对 对 要满出来了 对啊 真的满出来了 然后真的是唱完的时候 才会真的发现说 真的太爽 哈哈哈 好吧 来 这个是 哦对不起 我要播的是这个 来 这是 韦里安第一首歌 对 专辑第一首歌 你用这个做opening 嗯 用这样的这个气氛 他说的是哪里呢 是你每天晚上仰头可以看见的 月球 而且 他真的好像感觉自己已经到了月球 然后用 然后用 用像阿姆斯壮 轻松 往地心里流 你沿着轨道继续转着我的头 天摇地动 月球 月球 月球底下是我剥碎的心脏 月球表面是我淌写的地方 月球表面是我淌写的地方 我淌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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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球的地球 我笑的越久 表示我越能躲在你身后 笑着眼下一丝酸 我地心里流 你沿着轨道继续转着我的头 天摇地动 月球 月球底下是我剥碎的心脏 月球表面是我淌写的地方 月球表面是我淌写的地方 月球 你知道45亿年前呢 那时候还没有月球哦 是因为一颗巨大的行星撞击了地球 把地球撞走了一块 飞到很远很远的外太空 才形成了月球 一直转一直转 凝聚成了一颗月球 所以 韦里安在词里面 月球的 月球底下 是我破碎的 心脏 哇 地球破碎一块进去 而在月球表面 是我淌写的地方 这首歌 一开始就有那个画面 它就有意境 而且宣告你在写词上面 真的就具有入侵性了 因为就很直接 就是会更有杀伤力的字眼 对不对 有一点 有一点 就是第一首 于是第二首就是刚刚的轰炸 对不对 是的 然后呢你现在写歌呢 越来越可爱 来我们来听一下 我觉得这首歌呢 等一下等一下 哦不对不对 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诶 不是不是这个 按错了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是的 好可爱 好 好 这个 这一首歌 好像是有对象 这样 唱着给他听的感觉 你在录音的时候 有没有人坐在 博音室的对面 嗯 制作人 阿翁哥 就这样 好 好 好 来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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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女人 是你愚蠢的征兆 因为 爱情不是鲜花水果 那种东西只是和白身佛 任你笑像磕头 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 爱情只是求上你保佑 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 颠崩地裂红 感愿从头来过 有时候一首笑评会让大家回味无穷 这是一首会让大家回味无穷的笑评 冷战和情潮会嫉妒发牢骚 你无力他取闹疲倦了 受不了客观这就是爱情 一杯辣椒汤抽屉 因为爱情不是鲜花水果 那种东西只是和白身佛 任你笑像磕头 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 爱情只是求上你保佑 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 填崩地裂后 感愿从头来过 我爱情不认识的笑评会 爱情不是鲜花水果 那种东西只是和白身佛 任你笑像磕头 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 爱情只是求上你保佑 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 爱情只是求上你保佑 爱情只是求上你保佑 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 浪漫不是爱情 爱情是浪漫的红果 我们要听一下这个吉他 非常好听 吉他非常好听 而且这个弹吉他的这位仁兄是我的当兵同好 这么厉害 我没有当兵的话这张专辑不会这么好听 就没有办法认到他 这张专辑有大概几乎每一首歌都有他 他叫小杨 我觉得非常幸运当兵真的碰到很多人 然后他就是其中之一 那他是什么来路的人 他就是 是哪一条道上的兄弟 吉他手 他是吉他手 是我们乐团的吉他手 然后他之前是甲子 所以你是在那个时候才认识他 对 之前没有认识他 以前真的不认识 然后当兵的时候真的是吓到 因为在下部队之前 然后他都是很安静的 然后感觉就是因为他很瘦 所以感觉累 虚弱虚弱 但是没有想到下部队他一拿起吉他 就吓死所有人 一弹出来就 非常之好听 所以这样专辑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聆听 小杨帮我弹的吉他 而且有很多首的编曲是 我跟他一起完成的 一起完成 真的我觉得就是你的世界被打开 然后认识就是很重要的伙伴 对 我也蛮喜欢这首的 心碎 心碎 威力安的成首抒情 因为他就成了哑巴 耳末说话 又只会一步步走回最初我们停下的地方 拖过了解答 拖过了解答 心碎心碎 怎么变心碎心碎 怎么有人流眼泪 怎么会如此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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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成为 遗憾吗 走遍的童话 送给他 你写的手掌 重复不尴尬 只是写够那挣扎 就学会习惯他 麻木啊 学会不牵挂 心醉 心醉 怎么变心碎 心碎 怎么有人流眼泪 怎么会如此狼狈 我们心醉 心醉 难道有什么不对 还是不管成全谁 下场都需要安慰 有我 我也真的是应该要赞美一下 这首歌的编曲 让我非常的期待 我觉得有时候一首歌 它会像陶者的沙滩 就是一种气氛 让你就是栽进去 就在那个气氛里面 就会安静 我就好专心 我就要一直听 那这首歌一开始 就让我有这种期待感 而且唱着唱着 他又多了让我更多的期待 编曲层次 一层一层 然后他就连这个后面这里 哇 突然完全没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黄忠苑老师 《桂菜》 这首歌 基本上已经 已经让大家 就是前面很感动 会投进去 后面更是惊艳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 早就已经设定好了 还是说 在录音室的时候 你们坐着坐着 有些想法 是在当时再加进来 应该是说 原本demo 大概在情绪上面的配置 我已经做得差不多 就是比如说 像后面突然有这种 非常狂放的东西 demo已经做出来了 那 黄忠苑老师 我们是交给他 去编曲 然后他再丢回来的时候 我们又 非常地惊艳 他把原本 因为demo很rough 所以他 把他又变得更 更细腻 或者更具体 他的那个画面 就很明确 非常 对 以前只是很rough的 就说 我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他现在就 每一个画面都有了 都给你 所以一听就是觉得 就是对了 对啊 为什么音乐 这么迷人 其实他就是有办法 就在那个 时刻里面 他给你的东西 才是太妙了 对 所以有很多人说 在创作或者做音乐过程 即使是有辛苦 可是 有时候感受到的美妙 真是比莫难以形容 非常地值得 那个辛苦 非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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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专辑 既然大家都这么期待了 所以呢 你也不能让大家失望 要多签唱一点 是不是 是的 好像都已经有排定了嘛 对不对 OK 赶快告诉大家 那这个8月11 礼拜六呢 下午4点在高雄的汉神百货本馆 是 8月12礼拜天下午3点半 嗯 在台北树卫城 是 台北车站对面 是 8月26呢 回到我的家乡 台中 下午4点 台中呢 中有百货 嗯 然后都会帮大家签名 然后唱歌 那 除了这样的签唱会 场次之外 嗯 你还有 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还要做些什么吗 活动 之前办过黄昏音乐会 是 呃 然后 接下来我们应该就是要筹办 演唱会 演唱会 是在 呃 目前 差不多定在11月的时候 左右 哦 11月的时候 是的 所以在今年是可以期待得到的 OK 所以 来三场 这个签唱会呢 大家先注意一下 8月11号 礼拜六 嗯 下午的 呃 四点钟在高雄汉神百货 是 然后8月12号呢 礼拜天 下午的三点半在台北树未成 8月26号礼拜天 下午的四点钟在台中的中油百货 是又唱又签 是的 是不是 嗯 有跳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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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龙 鸟 你跟鸟是做好朋友 都要会 嗯 都要学会鸟就叽叽叨叨这样跳啊 嗯 鸟也是可以飞就好了啦 哈哈哈哈 希望可以用飞了 好 那这张专辑 还有一首歌 有没有想过 嗯 这也是韦里安啊 哈哈哈 这首歌 取名取得好啊 嗯 这首歌 叫做印象派 那蔚蓝的天 碧绿的海 似乎一直存在 哦 眼前的世界 那么灿烂 那么的理所当然哦 画下来吧 不太光泉 从不用麻烦啊 是谁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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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或高跟 都是线一番 用笔尖 把视线都点换 不管有一天 把眼睛睁开 发现了个世界 不再光彩 模糊的画面 竟能够搭配 圆圆带 没有笑容 怎么精彩 有一天 把眼睛睁开 发现了个世界 你不再光彩 那清晰的脸 是否再也不会回来 空留下的 印象派的何彩 那灰烂的天 碧绿的海 似乎为着存在 哦 我认为这张专辑 我认为这张专辑 霍里安如果去做 前场会或演唱会 表演的时候 不只你自己很爽 真的是 整个乐团的人 他们都会演奏非常爽 包括和声 希望观众听得也很爽 对啊 你看这个就是好像 打通任督二脉之后呢 每一个 关节通通都通了 所以 这张专辑 你自己也很期待 呃 大家的回响 对 对啊 不知道大家会觉得 什么样 是 诶是哪一天发现 就是明天了 这么快啊 就是明天了耶 8月3号 哇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 听了 七首 八首 嗯 哇 可以让他 听到这么多的歌 应该明天 就知道了 是不是 是的 好 OK 今天很高兴维里安来上我们节目 谢谢光哥 对啊 加油 你的改变 大家都会感受到 而且会对你越来越期待 好的 加油 谢谢光哥 拜拜 印象派 维里安 如果有一天 把眼睛睁开 发现整个世界 已不再光彩 模糊的画面 只能够搭配 不再光彩 那清晰的脸 是否再也不会回来 空流下来 云香白的口彩 你手会 啊 你手会 你手会 嗯 你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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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你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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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my soul